微型相机镜头大突破 本校光电所助理教授刘昌华 与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团队合作 引发出不用玻璃折射成像 而是以数万个极为小的奈米柱 排列为同心圆 来改变光穿透速度的超平面透镜 传统透镜是利用曲率 来改变光学的传播路径 来时光聚焦 但这边我们是使用奈米柱的阵列 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这每个奈米柱的厚度 只有100个nanometer厚 而且每个奈米柱的高度又是一样 所以在这边我们制作了一个超薄 有全透明的超影透镜 未来可应用在相机 手机 以及微创手术导管等镜头上 光学镜头微型化的重大突破 竟然是因为一次不经意的错误 一般的超影透镜都需要0到2排的Face改变 但有一次我们设计只有设计0到2排 时间之后发现这个透镜也可以聚焦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理论搬到目前的超影透镜领域上来 做更加化设计 刘昌华老师 毕业于本校东基系 之后赴美在密西根大学电机系取得博士学位 这项全球最薄接电质超平面透镜的研究成果 不仅登上了国际顶尖期刊 许多国外媒体也都争相报道 并以超超薄的平面镜头 光学镜头从3D变2D 永别了立体玻璃镜头等标题 来形容这项重大突破 也让清华大学的研究能量扬明国际 秘书处采访报道